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说 单一以藻礁这么急迫的议题来说 我个人是表示失望的 大宗作汉蔡英文会面后 藻礁环团还是大喊失望 因为没看见蔡政府有诚意要解决 盖三阶问题 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沉重 她是觉得 还不是她宣布停工的时候 过去以来呢 我一直说小英是局外人 今天我还是要重复这一句话 环团批评蔡英文始终没有搞清楚状况 即使媒体都大肆报道相关资讯 蔡总统却好像都视而不见 始终坚持已经缩小时空范围 我们的藻礁如果要破坏300公顷 而他们不认为这个是严重的话 那这样的落差要怎么样来沟通来落实 加速展开评估盘点方案 希望大家不要排斥任何方案的可能性 会环团不要排斥任何方案 显然盖三阶 蔡政府也没打算让步 也让环团代表再度说出重话 蔡政府高喊能源转型 却执意牺牲宝贵藻礁来达成目标 蔡英文和环团沟通没共识 恐怕还是得要等到8月28号 全民公投给答案 记者年佑陈徐国号 SNG小组台北报导